你别舔我啊 我让你看看这个赌的赔率呢 你看一下 你吓住了 今天比赛是欧洲杯 比利时对意大利 前两场我买的 德国和法国都惨输 所以今天打算 用一下我们的神狗灯泡 我特意没有用国旗 就是怕你 虽然狗是色盲 但我不想用颜色来误导你 来你往那边点 你往那边点 没有让你倒 赶紧的 我这养狗牵日用狗一时 这是比利时 这是意大利 这个是你一礼拜的狗粮 我会压上你一礼拜的狗粮钱 咱们看看 你到底是选比利时 还是选意大利 我们科学一点 三局两胜 没让你倒 看看这是比利时 德国这是意大利 看你吃哪个 德国这是意大利哦 你吃哪个 好 三局两胜 第一局选了比利时 我们把这个杯子这个随便的换位置 换一下位置 要不然他有可能一直在在任一边 咱们第二局啊 比利时对意大利 把位置给他换了一下 把位置给他换了一下 比利时意大利 来 选吧 选吧 看灯块选谁 他选了意大利呢 可能会不会成功吃到 好 灯泡第二轮选了意大利的 我们还是意大利和比利时 来 吃吧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惯性的原因 老吃里面那一个 但实际上不是 灯泡这次选择吃比利时的这个 好 那就信你的了啊 买比利时了啊 这么痛恨意大利啊 看来意大利这次输的肯定特别惨啊 看见没有 这个小伙伴们 明天晚上九点啊 法国时间晚上九点 意大利肯定惨败 意大利对太惨 让灯泡一顿揉腻 这个软件呢 是法国官方的一个体育彩票 它对网球足球 反正就有关体育方面的吧 都会有一个国益赔率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明天晚上九点的 比利时对意大利的一个比赛 它这个玩法还挺多的 它最简单的玩法就是90分钟之内 是玩这个比利时赢 还是平局 N就是平局 然后这是意大利赢 现在比利时赢的赔率是 一赔3.45 平局是3.15 然后意大利赢的话 一赔是2.45 也就是说现在官方认为 意大利赢的可能性更高一点 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神犬灯泡的预测 它认为是比利时赢 就现在这个预测 往年一般情况下是挺准的 但是今年来说就是完全的不准 之前预测法国和德国 那都是赢率很高的 结果全输了 那还有这是90分钟之内的 然后这块是玩的是 就是最终整场的 就包括后面有什么 加时赛呀 以及点球决胜 它的一个赔率 然后就是玩这个 谁能先进球 进球的球员 然后的赔率 也就是说比如说卢卡库 先赢一赔 进球的话 是一赔2.95 如果他是进的第一个射门 那就是一赔5.6 然后就还有一些 玩法比较常玩的 就是这个 这个比分 比分是什么 比例是1比0啊 0比0啊 反正就是比分的话 肯定就是越悬殊 赔率越大了 但是之前的话 之前3比3 那个赔率都是一赔100 左右的 你看现在3比3的赔率 也是98 所以这种比分的赔率 还是挺高的 我现在给账户里 充了10块钱 作为灯泡 一周的狗粮钱 压上去了 然后因为灯泡 之前猜比例10会赢吧 现在就是一赔3.45 然后我们看一下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比例时影 那10块钱 就会变成了34块5 这就是明天晚上 意大利的下场 来相信狗身灯泡的 跟灯泡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